Mama,你有沒有覺得我和你一起在田木上班都是一種緣份? 也算是,肥仔和193的緣份指數一定很高 他們同年同月同日生,還一起入了ERA 還有,他們的Solo歌都是今天派台 而三三個MV,還有大晚女神林明正Yoyo和Candy黑串 真是很有初戀的感覺 一出道就人氣爆燈的Color 出道歌手的MV,昨晚都出了街 什麼叫人氣爆燈? 相信看Hitrate就是最好的例子 不知道有沒有機會成為香港歌手首播 頭一個星期最高Hitrate的MV? 不是最多都贏了的話題 有人讚,當然都會有人彈 有人說他們的MV是向LOL的虛言女子組合致敬 不止這樣,還有人問Stylish什麼事? 搞到他們這麼奇怪 這些聲音Stylish同時有沒有聽到就不知道 不過被人說像鹹蛋超人之怪獸的Winker就聽到了 還說大大的戰鬥力這麼厲害,是好笑頭 完美救了關公,要掌聲鼓勵 Anson Lo和Edan昨天都這麼巧 在IG那裏彈琴片吧 鏡犯都看得拍完手 這幾年我成長了很多 感恩在追夢路上遇到一切的人和事 真的好想跟兩位鋼琴王子四手聯彈 那你今晚早點睡呢? 好提議 不過我有要求 就算夢不到他們 都不想夢到被喪屍醉 正所謂一有所思,爺有所夢 你今天看了多少次,我正式預告 沒辦法,要做事 韓國拍喪屍片一向好有水準 真心隔著螢幕都害怕 但魷魚遊戲的滋味都有份做 這套喪屍校園 可能適合拜年的時候看 不過夠了氣氛 拜年多洋活動不了 你又對 對了,等一會你出去做COLA 成君後第一個專訪 我很期待有片看 那就要留意我們田木集族的Youtube Channel 上手subscribe 拜拜